-MINGA LONG! -MINGA LONG! -MINGA LONG! 大家好,我是千秒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我的PRV90分鐘耐久第一站 阿森科博莎DTM站 在柏林Sprint GT的 撞車Top10 第10名 洪哥在這個髮夾彎中 洞洞一個追撞 被洞洞撞了 撞到外面去一次掉了兩個位置 第九名 這個是小木跟在文斌後面 從第一個彎的內線擊殺插了進去 但是有一點太慢 結果殺過頭 青空文斌周在被後面的聖修撞飛 那我們來從聖修的視角看一遍 嚇到我噴嚥啦 不過這時候聖修如果不要繼續往前的話 就可以避免這個碰撞了 根據一般的0.2秒反應時間來看的話 第八名 是翔哥 在過這個檢測環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失誤 好不容易把車撞回來 卻被棠原頂上 最後失控旋轉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台車 所以只能 繼續等 從棠原這邊看一下 翔哥失誤了 狠狠的把翔哥頂了出去啊 藤原還企圖慢下來 可是翔哥沒有很快的回復 抱歉 只好繼續往前開 然後槍回來 第七名 第七名是洪哥 前面的種種煞車太慢衝出去 回來的時候直接把洪哥頂去撞牆 洪哥又再一次遭到擊落 這一下感覺還不小力 第六名 起跑圈 勝修第一個彎 走彎 氣球走進內線 結果被進來的賴賢頂到 再被後面的不知道誰頂到 最後一個人在路邊旋轉 大家撞來撞去都沒事 勝修就比較慘了 出賽道了 第五名 第三圈的時候 被撞爆的翔哥從後面追了上來 跟上第十和第九名 然後三台車碰在一起 只有勝修夾在中間 逃過一劫 前後的洪洪跟翔哥都出賽道了 從順秋這邊看 順秋好恐怖喔 勝修壓迫了洪洪的最外線 動洪啊 我們兩台車旋轉 第四名 第四名 就是勝修的盡頭 第23圈 全身油在轉這個彎的時候 方向盤失去的眼線 直接狠狠地撞上牆壁 旋轉回來還不斷往前開 差一點跟另外一台對上的車撞上 最後撞到護欄才停下來 慘 第三名 前三樓 第二圈的時候 我上次沒有躲這台車 我前面Alex的失控 轉回來的時候敲了洪哥出去 然後大家就往左右閃避 好不容易躲過 驚險 只有洪哥比較可憐一點 第二名 賴賢在第一圈的這裡 跟季群稍微碰了一下 自己開出賽道 馬上回來 很可惜 沒有注意到後面的車 被推著走 大家撞成一團 這是J 又是破棄最多車的一個車禍 從後面翔哥的赤腳看一下 回來了時候 剛好在翔哥前面連閃了 機會都沒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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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可以說是損失慘重 大概是更後面一點我的視角 我覺得這個模擬賽車 大家看到前面的車我還是 會習慣想要偷偷轉過去 如果我這時候乖乖賣起來 不要想鑽的話就沒事了 這個習慣要好好蓋一蓋 再來是安全通過的文兵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看他都轉出去了 第一名 本次最離奇的事件 騰人一個人跑在路上 前面什麼都沒有 突然謝老闆就出現在自己面前 馬上頂上去 失控停在路邊 這對騰人來說是一個損失啊 被網絡雷倒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去駕而變90分鐘耐久 第一站的 撞車Top10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